把握黄金10秒 記得做齊做齊 comment like share 今天投票投到4號 我也猜不到今天要開到第三節 OK Hello Hello 來到今天的第三節 第一節和第二節已經和大家講了 究竟我們overall來講 普巴的一些缺點 或者班奴的一些缺點 他們兩個一起出 或者我們踢兩個公宗 會有什麼補救的方案 剛剛第二節已經講了 梯形的進攻模式 就是我們落了底線 怎樣可以用一個梯形的站位 去做一個進攻模式 亦都講了 在防守方面 其實我們要靠 一些兩個集位 一球員和防中 一個好好的合作 就令到我們暫時 未買到一個完美的防中之前 都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防守 就是靠 左閘和左翼兩個的護位 以及在前場 就已經開始防守的第一點 去幫到手 希望可以做到延避 就是延避 或者延避 就是一個叫做 令到他們的傳送 未必那麼準成 有一個方法 令對方 沒有那麼容易攻擊到我們 OK 剛才講了梯形 現在就反轉了 怎樣反轉梯形呢 我之前都講了 我希望我們進攻的時候 都盡量可以保持到一個 叫做 一個梯形的 的棋位 正路就是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梯形 這樣 剛才也提到 我們如果下了底線的時候 應該會怎樣做 第二節 如果未看 看回第二節 現在就說 如果我們打中間波 在中間那裡進入 究竟我們的梯形 怎樣去做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怎樣去做 一個反轉梯形的想法 就是 我覺得 其實這個打法 最重心就是 這個九號位 就是 Marchier 或者伊加路 我發現這個功能不錯 有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 如果我們打這個 直線拆進去 說真的 我們講到最簡單 最簡單的直線 拆進去 可能是寶巴 或者 Buno Fernandes 他就是找到一些直線 給到 現在希望 慢慢走位 越來越好的 三位前線球員 可能是一個直線 可能是一個斜線 可能是一個斜線 他們就找到 空位拆進去 這個最基本 最簡單的一些 直線球 無論是 Buno 或者是 寶巴 都可以這樣做 當然他們還有一個 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 由於我們打雙攻中 變成 寶巴 和 Buno 都有機會自己 可以衝進去 是不是 Buno 和寶巴 都可以自己衝進去前面 變成 跟剛才第一節說的 相互相互相成 就是 無論是 右邊的 Fernandes 或者左邊的寶巴 如果他拿著球 其實他向前 直線 或尺線 都是多了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個攻中 在防守方面 又是那句 我們一定要 防中 因為我們現在的防中 可能未必 回覆範圍 或者清波 未必是那麼厲害 所以一定要靠 無論是中堅 或者是閘位 幫忙 即是說 如果我們打 主攻 即是說 插著球 插來插去的話 如果我們選擇 在中間 那裏 攝入的話 可能兩隻 翼的參與 就沒有那麼高 如果我們那次的進攻 是中間 變成他們兩個 閘位 兩個閘位 可能還要退後一點 OK 好了 我們現在打中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 剛才都說了 就是這個 Marchier這個位 我覺得我們可以有一點 學習 一個假狗 的位 因為如果 就算是 伊加露打 或者欣赫露打 其實他也是 做到一個 HOLD球的角色 他HOLD球 其實他HOLD球 再做二傳 我相信 他甚至乎 可能和Marchier 有得廢 甚至乎可能會好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們打這個 中路入攝 就好看這個狗的位置 怎樣做 我的看法就是 可能他就會 他會比較上 退出來一點 他會退出來一點 他會退出來一點 當 普巴這邊 做這個進攻 是給了球 九號位 這個球員 或者一樣 費蘭迪斯都一樣 我這次用費蘭迪斯這邊來做 都是的話 當他給了球 這個九號位 的時候 我們不用普巴這邊 我們用費蘭迪斯這邊 這次 即是九號的球員 退後了 凌波 而 班浪迪斯給了球 之後 原本 我們那個 梯形就是這樣 是吧 但是 當這個 九號位 保持了球 我們要打一個 前插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 現在原本這個梯形 把它反轉 怎樣反轉 就是 當 馬西亞 保持了球 的時候 他就會 有四個選擇 交前 四個選擇 包括 包括 這個最簡單 他可以 交去 這邊 那 詹姆斯 就在這裏 斜線入 這個我想大家都會 可以想像到 另外 就是 左邊 同樣道理 他也可以第一時間把球 彈去右 左邊 福仔也可以 好像 詹姆斯 這樣插入 但是 除了這兩個選擇之外 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好利用到 普巴和 班浪 富蘭迪斯 或者說真的 如果是周伯豪都可以 他們的前插入 那個能力 就是說 他們除了 九號仔 可以給這兩個邊線 球員插入之外 其實我也鼓勵 無論是 班浪 富蘭迪斯 或者是普巴這個位的球員 都插入 那變成 他們給完 即是他們給完 球賽之後 或者是他們的 夥伴給完球賽之後 他們都可以 向前接應 OK 那變成 到 馬西亞 就可以給 他也可以 一個位 兩個位 三個位 四個位 因為四個選擇給 也都我剛才所說 那個叫做 反轉的梯形 就是這樣反轉了 即是說 我們除了 可以一般來說 在邊線那裏 可以給到一些 外面的 拉手套或者 尖少的插入之外 其實我們在內線 的Half Space 我也很期待 班浪 富蘭迪斯 和普巴可以幫忙 做到一個 這樣的插入 令到 我們的 公門 那個選擇 或者效率 是更加高的 這個 我可以跟大家說 據我的理解 利物浦打 他們三個前鋒 他都是靠 費明盧退後 之後 沙拉 和文尼 沙拉這邊 去插入 去造成攻勢 我們就把他更加 進階版 就是我們兩個攻勢 都可以向前 OK 好了 在防守方面 我們怎樣可以去補救 當然 當然 當他們 隨便一邊 譬如假設 今次 馬仔拿著球 搬盧走 去插入 當然 費特 也要適當時候 適當幫他保衛 以及 兩個集委球員 也要幫忙 看中路一點 去防對方 打反擊 今次 今次 我剛才第一 第二節 如果假設 福仔下底線 盧基索爾 就要聰明地 留意著 第一個反擊 即是做防守的第一點 今次來說 如果我們中場 我們攻中進去 就會費特 要做這個角色 第一時間要監視 如果 馬斯亞把球 傳給 帆努費納迪斯 的時候 甩了 或者帆努費納迪斯 拿了球 被人搶掉之後 費特就會是我們第一度屏障 第一時間去做 剛才我們要求的 就是 延遲 和延遲 延遲 延遲 對手做反擊的傳送 或者 就算被他傳送到 傳送質素 還是差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 這樣就可以 幫助我們 做到一個 沒有那麼容易 被人打反擊 因為我們 我們打到這個 梯形的進攻模式 其實我們就 放了五個球員去進攻 相對來說 防守的確是薄弱了 但是 防守薄弱了 人少了 這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要打多些進攻 當然是薄一點 當你薄一點的時候 防守是少了人 少了人怎麼做呢 就是 希望 運用那個道理 就是說 在對方 一拿回控球權的時候 就已經 靠著一個 專注 去做防守的球員 幫忙 第一時間去解決他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是很重要 還有 我們防守 雖然我們 原本主要是講 進攻的梯形 但是在防守的五位球員 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他們 聯防做得好的話 其實就能補足到 我們不夠人的道理 OK 另外最後想說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 麥加亞的拍檔 如果我們打得比較主攻一些 我想其實必然會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一定會被人打突擊的 這個是走不掉的 當你是一隊比較主攻的球隊 被人打突擊 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回來幫忙補位的球員 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集位球員 包括Luke Sola Bandon Williams 或者雲比薩卡 他們都是非常快的速度 所以如果他們 需要他們回來幫忙補位 救球的話 我對我們的集位球員 就不擔心 OK 但是中堅 我就真的有些意見 因為 哈里麥加亞或者馬古尼 他本身的速度 就不是快得那麼厲害 所以我自己覺得 哈里麥加亞的拍檔 或者馬古尼的拍檔 就一定要有這麼長的速度 或者速度一定有這麼長的 厲害的中堅拍檔 連達洛夫的速度 我自己覺得就不太好 所以你問我 如果哈里麥加亞最佳的拍檔 我覺得如果現在用現役的球員 可能就是拜利 或者杜安沙比 因為杜安沙比和拜利 相對來說 在中堅來算 他們兩個都算是快的 但是 其實我上一次說起這件事 我就說一個老鼠仔型 其實應該這樣說 可能跑狗型 會比較上 形容得貼切一點 因為我覺得哈里麥加亞的中堅拍檔 一定要是 跑得快的 當然他看位看得準 更加是一個 bonus 更加好 因為 我們無論是 我們用剛才說 第二節打側面 邊路去球的模式 或者中間 打這個墮後9號 而兩個攻中 是有機會前插的模式的話 都是容易被人打反攻的 而我們一定要 如果我們第一個防守 怎麼去做到的延避 當然是好事 但是萬一 第一度防守 做延避做得不好的話 就要靠兩邊的閘位 和中堅 幫忙 用速度去解決對手的反擊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買中堅 的話 速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為止 這個最好就有了 以我們現成的中堅來說 其實 除了拜利和讀安沙比之外 其他幾個我覺得 就未必那麼理想 因為哈里麥加亞 在其他方面也做到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今天講 包括 普巴 和班奴法蘭歷斯 是不是可以一起出 以及他們現在現成的弱點 究竟他們兩個出 是不是真的可以互補 以及最重要 第二節和第三節講的梯形 和反轉梯形 的攻擊 究竟是什麼想法 我也很清楚 其實 我對於這些陣式來說 或者這些 技術性的東西 其實是很差的 是一個初班的朋友 所以也很歡迎其他朋友 再講多一點點你們的看法 不過 我覺得 這一集 我想了一段 究竟怎樣可以解決到我們的問題 希望 給到一些 提議給大家 未必一定是一個 完全的答案 但其他朋友 希望你們都可以 我就做 拋磚引玉 講了我的想法 看看你們的想法 是怎樣 OK 今天的節目 是這麼多 總共都搞了三節出來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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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